3D打印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早在2021年 3D打印机器人可以在48小时内 用混凝图打印出一幢1900平方英尺 相当于177平方米的独栋别墅 包括了三间卧室 两间带浴缸的浴室 而且造价只是传统建防方式的一半 那您觉得3D直接打印芯片可能吗 大家都知道芯片非常难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就指出 先进的芯片制造需要超过1000个步骤 才能生产出尺寸与生物分子相当的特征 而且每一步都必须近乎完美 才能产生功能性的输出 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专门为 生存式成功智能开发的芯片H100 能够卖出平均3万美元一片的高价 截至2024年1月28日第四季度财报 英伟达该季度营收为221亿美元 比上一季度增长22%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5% 英伟达的股价也飙升到了每股792美元 如果3D打印能够应用到芯片制造上 那么优势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3D打印无需开模 省去了昂贵的前期成本 而且可以根据每个芯片的结构 灵活地进行加工和打印 其次3D打印技术能够降低芯片制造过程的步骤 比如说光刻时刻 抛光和成绩等等 这样能够节省大量的设备成本 还有就是各个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和问题等 好处说了一堆 但是为什么现在3D打印芯片的技术还没有成熟呢 因为3D打印本身是有弱点的 就是精度不够高 3D打印一般需要把材料加热到融化 然后再把融化后的材料喷射到目标位置 等到材料降温后 重新凝固定型成为我们所要的形状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在降温到固化的这段时间里面 融化的材料是可以流动的 有一些材料还没等到凝固呢 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样一来就偏离了目标位置 所以3D打印的精度不会很高 别着急啊 精度的问题已经突破了 在2022年的12月 坎台基梅隆大学的赵永兴 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陈世志 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开发了一种利用各种材料 创建超高分辨率 复杂3D纳米结构的策略 将可印刷纳米期间的尺寸 缩少到了十几纳米 插一句 一纳米的厚度是多少呢 你就拿自己的一根头发 然后呢 想象把这根头发分成十万份 那么十万分之一的厚度就是一纳米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在水凝胶里面 创建材料的三维模式 然后再把它缩小 就能够获得纳米级的分辨率 过程不复杂 就是先用激光开模 把水凝胶的内部 照出一个结构空腔 然后呢 再把这个带结构空腔的水凝胶 放到需要打印的材料溶液当中 然后呢 就慢慢等待这个溶液 渗透到结构空腔里面 然后呢 再通过激光照射 把这个材料溶液固定化 目前用这个技术 3D打印可以使用石墨金刚石蛋白质等等不同的材料 那这项研究是不是意味着3D打印技术可以打印芯片了呢 还是不行 主要是材料问题 芯片呢也被叫做半导体 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复合材料 正是因为它复杂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条件下 显示出不一样的电穴特性 虽然加工的精度已经到了纳米级 但通常呢只能打印一种特定的材料 如果从化学本质上来理解的话 3D打印结构之所以能稳定 取决于打印材料当中的原子或者是分子间的化学件 半导体算一种无机材料 是很难在3D打印的条件下成见的 那为了让它稳定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它通常需要聚合物作为模板 但是这样打印出来的化学物没有办法完整的保持材料的特性 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李景洪院士团队 联合了金仪系的孙洪波教授团队 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开发了不需要聚合物模板的 无机材料纳米级精度的3D打印的方法 简称3D-Ping 他们在2023年的9月 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 对基本原理感兴趣的朋友 我把细节放在了崔有吉微信公众号里 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他们的方法就是摒弃了一种混合的方法 先把3D打印材料做成胶体 这个胶体本身就对3D打印的材料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然后呢通过一种叫弹冰的物质 对这个胶体进行修饰 这样呢3D打印的材料就不会出现任何不均匀的结果了 当然这项研究离3D打印芯片还是有距离的 首先为了修饰纳米胶体用到的弹冰这种物质 它的合成方法包括它的量产都是有难度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另外就是什么样的3D打印机能够配合打印3D芯片 包括它的商业化过程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当然找到问题就有几个方法 让我们拭目以待